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认真学习江主席 努力培养和造就更多李向群式的英雄战士的提词 以座谈会 演讲会 大讨论 文艺演出等形式 把向李向群学习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在李向群生前所在部队 官兵们对照英雄找差距 比追求 人人争作李向群式的似有心人 沈阳军去雷锋生前所在班 日前与李向群生前所在班签订了 共学雷锋李向群协议 他们决心像学雷锋那样学李向群 像李向群那样学雷锋 为了使学习李向群活动扎实深入 全军各大单位都把学习李向群 同目前正在开展的三讲教育结合起来 许多部队还把学习李向群 同居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融为一体 武警海南总队 穷山市中队 与李向群生前所在的联队 结成了帮学队子 空军高炮学院和桂林高新七星区 开展了军地共学英雄创一流业绩竞赛 江苏省军区周桥旅官兵 把学习李向群作为弘扬抗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学英雄建行动 已成为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的自觉行动 海军某英雄救捞中队官兵 发出了学习英雄事迹珍惜英雄荣誉 磨练钢铁意志不辱神圣使命的口号 苦练海底探摸和海上救生应攻 许多部队还要求广大官兵 以李向群精神为动力 以强烈的进取意识 在科技大练兵中永当兼兵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 我们从李向群历史身上找到了 怎样在新日期作为民合格的军人的答案 自己作为民战士 更要把李向群这种精神化为动力 更要立足本职学好专业苦练精兵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在昨天举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 第七次全体会议 这是一国两制的 李勒沙维奇总统当天召集南联盟和塞尔维亚领导人开会 讨论尽快修复被北约炸毁的 同国际民生相关的重要设施 李勒沙维奇总统说 在战争环境下 我们不仅不能满足与和平时期的一般劳动成果 而且必须克服巨大困难 比和平时期做得更多更好 从而最好的证明南斯拉夫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李勒沙维奇总统指出 如果每个南联盟公民的本职工作 在战争环境下比和平时期做得更多更好 那就是对侵略者最好的回答 南联盟议会共和国院主席伯洛维奇和公民院主席米尼奇 当天发表声明 赞赏南联盟加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 伯洛维奇和米尼奇决定 12号召开南联盟议会两院联系会议 讨讨南联盟加入俄白联盟的问题 11号晚上 北约继续对南联盟目标进行空袭 科斯沃首府普利斯蒂娜的机场遭到轰炸 南联盟防空部队在贝尔盖的西北方向 160公里的奥扎克上空 击落一架北约战机 这是中央台记者从贝尔格莱德发挥的报道 美国和英国10号决定再次向空袭南联盟的北约部队 增派飞机和航空母舰 请看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培根说 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应北约欧洲战区最高司令科拉克将军的要求 做出了增派82架飞机的决定 这些飞机包括24架配备反雷达导弹的F16战斗机 4架A10雷电攻击机 6架EA6B徘徊者电子干扰机 39架KC-135和两架KC-10空中加油机 以及7架C-130运输机 同一天 英国国防部宣布将增派无敌号航空母舰 前往南联盟附近的亚德里亚海域 参加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行动 英国国防部同时表示 目前没有向南联盟派地面部队的计划 无敌号航空母舰是目前英国海军中最大的航空母舰之一 舰场装备有7架战斗机和9架直升机 英国目前在亚德里亚海域已部署了一艘核动力潜艇 据悉 南联盟的天气近日有重新转印的趋势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北约的空袭 这是中央台编译报道的 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10号再次呼吁 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南联盟科索欧危机 请看报道 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10号再次呼吁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焦点访谈节目 去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北约 明确提出要在今年4月下旬 华盛顿首脑会议上提出它的21世纪新战略概念 从那以后人们一直都在揣测 北约的新战略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模样 那么虽然说现在离北约这个新概念 最后公布于世还有十几天的时间 但其实北约目前对南联盟所进行的军事打击 已经清楚地展现出了这个所谓新概念的轮廓 北约从98年就开始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它21世纪的新战略 那么这个新战略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北约新战略的核心内容有三点 一个就是说北约的全球化 第二个内容就是说北约有 不从对外这么一个方程 第三个内容呢就是 可以不经联合国授权 采取所谓威和行动或者军事行动 那北约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进行这种战略调整呢 苏联的这个对北约的这个军事威胁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北约面临了一个就是如何生存下去 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如何生存下去 北约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是没有威胁 就这个军事同盟不违法维持 于是北约需要寻找新的威胁 那么这样它需要进行新的调整 在调整的过程中就是首先要寻找新的威胁 然后针对新的威胁发展新的安全战略 美国之间这个所谓北约新战略 由它更长远的打算 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 就是说要由它来主导世界 来反对目前的这种世界多极化的这种趋势 说起北约大家并不感到陌生 二战后的西欧国家极端衰弱 他们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和稳定政局 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帮助和保护 于是在军事上和美国建立同盟 北约成立于1949年4月4日 当时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等12国组成 到目前为止 它的成员国已扩大到19个 在成立之初 北约在宪章中规定 它是一个军事防御联盟 通过政治及军事手段 确保成员国的自由与安全 事实上当时的北约 即使美国在欧洲地区 同苏联进行军事对抗的组织 也是它从军事上控制西欧国家的工具 因此 当时在以外 法国总统戴高勒曾批评说 北约是为美国的安全 而不是为欧洲的安全设计出来的 我觉得戴高勒这句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 因为北约一直到最近的 科索沃的军事打击 仍然表现出北约基本是由美国来主导的 就是说是按照美国的意图 来设计北约做什么 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 它应该采取什么战略 不采取什么战略 比如说它的这个历史上的几次战略的调整 都是由于美国军事技术和 军事力量和苏联的对比 发生了变化之后进行调整 到今天这个北约的性质 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那么现在北约实施新战略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我们说从美国方面的意图来说 第一 它希望北约成为整个欧洲 最大的单一的军事组织 来控制整个欧洲的军事安全 来决定欧洲的军事安全 这一点我们说跟冷战时期完全不一样 它要做大 要成为它的一统天下 我们说这是第一个企图 第二点 就是要使北约成为欧洲乃至于全球 美国最大的军事工具 我们说这次看见了 北约对南联盟 实际上对于一个北约联盟之外的国家 来进行这个进行战争 这在北约五十年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我们说在今天的世界上 北约已经成为美国在全球进行军事干预的最大的军事工具 第三个 我们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在北约的问题上 希望成为它推行单级世界的霸权工具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 北约的军事战略随着政治环境 经济情况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 冷战时期的北约的战略特点是集体防御 就是他们认为当时的苏联 对他们是最大的军事威胁 安全威胁 因此他们要通过这种建立集体防御体系 来防止就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他们的进攻 苏联解体之后 华约也随之解散 人们期待也随之消失的北约 却一直积极调整它的战略政策 一方面 它相距与27个中东欧国家和原苏联地区国家 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而另一方面 它对原华约国家敞开大门 积极接纳新成员 在冷战前后 它这个北约的战略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说它的敌人多元化 就它设想的军事对手多元化 冷战时期 治愈的军事对手多元化 得了 感谢观看